大伟哥 你感觉陈玉谷的景色怎么样 我还没看到太多 目前感觉还挺美的 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大伟哥爱听敏锐 陈玉谷这里流传着很多与仙人有关的传说 还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是吧 而且目前看来陈玉谷这边的人文建筑 好像都有点灰派建筑的味道 没错没错 就来翘云庄来说吧 它一山傍水 因世而建 附近还有不少溪流河川 而徽派建筑这种白墙 黑瓦 色彩分明的特点 就更是锦上添花 让村落看上去凝刺之笔 井然有序 说起水啊 陈玉谷这边水还挺多的 一路上大大小小的溪流河川可是真不少 以隆布这里啊 还有一条这么高这么大的瀑布 其实很磅礴啊 确实 这就得给大伟哥讲讲 以隆布这里流传的传说了 大伟哥应该知道 黎岳港的人们都相信 这片土地最早的主人就是阎王爷 先明正是跟随着阎王帝君 在他的护佑下 才建立起了繁荣的城市和港口 听起来还有个但是 不错 但是在陈玉谷也有人相信 除了阎王爷以外 还有别的魔神和众仙 保佑着陈玉谷先明的祖先 比如说啊 在宜隆布这里 大家都听过一个传说 关于一位名叫福井的鲤鱼仙人 难怪这里有不少鲤鱼形状的灯啊 应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嗯 也可以这么想 在当地的传说中啊 金色的鲤鱼可是好运的象征啊 而且移农布衔接着风丹 是两国之间重要的交通贸易枢纽 嘉明任职的建侠标局就在移农布 可以看到移农布本身的地势非常高 自古就是座难以攀原的高山 在过去的传说中也曾是仙人隐居之处 后来呀 因为种种缘故 一些先民迁居至此 形成了新的聚落 为了解决这瀑布高悬带来的不便 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大的水利升降机 哦 原来如此 他们的成果还真是壮观啊 是啊 而且这瀑布之下 还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大河 贯穿整个陈玉谷 既然已经说到了这条河 我们沿着河川看过去 大卫哥应该也注意到了河道上 那对巨大的玉绝了吧 那里就是宝绝口 算是陈玉谷中最有名的地标之一了 是啊 这对玉绝应该也是过去的仙人留下的吧 像这么壮观又瑰丽的景色 应该也只有仙人能创造出来吧 传说宝绝口的这对玉绝 就是仙人为了保护人民防洪至涝而投下的 哈哈 新系人民的仙人 确实还挺值得大家敬爱啊 这里的种种传说听上去感觉还挺浪漫的 是的 我们也来看看陈玉谷的其他地方吧 像灵蒙山是历史悠久的古华派的发祥之地 药蝶谷和玄练山就分别是传说中白蛇和鲤鱼仙人的住所 还有南方的赤张成员是属于昔日冲突的遗迹 陈玉谷还真辽阔啊 和刚才说的一样 这片土地上还到处都遗留着仙人的足迹 宝器啊 洞府啊 说不定就散落在这雾气缭绕的高山之间呢 你别说 陈玉谷也有不少高山 但我总感觉和以往常见的黎月山岩还不太一样 陈玉谷这边的山岭更像是风暖叠障的黄山 这些山岭的颜色好像是水墨画一样 时不时还会有一亩凝冻的青色韵染 再加上山岭之间还藏着各种各样的奇特景观 我就觉得呀 陈玉谷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仙人的传说 流传后世 和这种独一无碍的地理风暴 应该是力不可分的吧 感觉是这个道理 大自然还真有鬼斧神功啊 当你漫游陈玉谷的时候 灯宁山岭高处就会看到那些跌宕起伏的云海 根据日光的变化呈现出一彩分尘的华美景象 缭绕的云雾轻轻拂过你的身边 简直就像是置身仙境一样 哎呀你也太会描述景色了 说得我的期待子都拉满呢 还不止这些哦 除了仙迹和美景 陈玉谷中还栖息着传说中的灵兽哦 哦 这些东西都拉满的云海